接下來我們要上的叫做電解硫酸酮 電硫酸酮有兩種 一個叫做以碳磅為電極電解硫酸酮 一個叫做以銅磅為電極電解硫酸酮 我不會直接交銅磅電解硫酸酮 我用電度來跟你說 銅磅電解硫酸酮會有什麼事情 我是用電度來講 但是結果是完全一樣 那我們現在先給你交的是碳磅電解硫酸酮 好來 上面的是水會自然解離出氫離子跟氫氧根 下面是硫酸酮會解離出銅離子跟硫酸根 然後我們說過接正就是叫正極 有很多的正 接不就叫負極會有很多的負 然後負電會把正的離子吸過去 然後我們知道氫的活性大於銅 所以氫喜歡變成離子 所以現在要得到電子還原的時候是銅去還原 所以反應是銅離子得電子變成銅 這叫做所謂的不極半反應 正極呢就是吸引了氫氧根跟硫酸根過去 這時候誰反應 對不起國中生不知道 我們沒有學氧化還原電位 我們沒有任何的知識告訴我 誰反應 我講過 一 不理他 二 十倍 這裡會作用的是氫氧根 就跟剛才電解水的時候一樣 有這兩個反應 有這兩個反應 但在這裡我們喜歡用下面的反應 為什麼 因為它看到有氫離子生成 這件事等一下有用 所以我會喜歡用下面這個 因為它有生成氫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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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會告訴你為什麼我喜歡用這個 好就是我們得到的反應的結果 所以我們說要事件事誰當正誰當不 正極半反應 不極半反應 只要增加減少顏色變深變淺 濃度變大變小還有其他注意事項 所以第一個正極產生氧 可以產生氧 半反應 我們寫這個 半反應我們寫這個 你寫了這個之後 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看到什麼事勒 你看到這邊有硫酸根對不對 這裡有硫酸根 又生成 這裡有硫酸根 然後又生成氫離子 就好像是生成硫酸一樣 所以這裡有長出硫酸 所以表示我們的酸性會變大還是變小 酸性會變大 那PH值呢 PH值會變小 所以就會問你說會發生 什麼是 PH值會減少 酸性會增加 酸性會增加 所以我說我喜歡背這個 因為它告訴我 酸性會增加 有氫離子 正極產生氧 半反應 部極產生什麼 銅 產生銅 半反應 銅離子 加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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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銅 請你背好 尤其是銅離子 尤其是銅離子 因為它會常常出現 因為它會常常出現 所以你要背好 銅離子加電子 變成銅 我要你背的第一件事情 跟第二件事情 正極生什麼 不極生什麼 半反應 我要你背的兩件事 請你背好 第三件事情 叫質量增加還減少 顏色變色還變淺 濃度變大還變小 正極產生氧 負極產生銅 所以正極質量不變 為什麼不變 因為它產生的是氧氣 氧氣是氣體會跑掉 不會附著在基板上 所以質量不變 那負極呢 會生成銅 從長出銅出來 所以負極質量會怎麼樣 增加 負極質量會增加 所以正極質量不變 負極質量增加 OK 我跟你講過了 你不要以為一個增加 一個就會減少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OK 好 那同時呢 顏色會變淺 硫酸酮濃度會變小 因為我們的硫酸酮藍色 來自銅離子 銅離子長出來變成銅了 所以銅離子少掉了 所以 硫酸酮濃度就變少了 然後顏色就變淡 第三件注意事情 第三個注意事項 只要增加 還減少顏色變成還 變淺 OK 把它背好 然後把它 該背的給我背起來 背好 OK 可以嗎 可以嗎 而且還有 出一個什麼事情 就這個 剛剛跟你講了 有其他注意事項 這裡我根據我要你背的 根據我剛才要你背的 半反應式 給你看正極的半反應式 你看到它會生成什麼東東啊 它會生成一個氫離子 因為生成氫離子 所以你就知道酸性會如何 酸性會增加 然後你就知道PH值會降低 降低就是所謂的第四個 其他注意事項 其他注意事項 以上就是告訴你 碳棒電解硫酸酮酮 你要背的事情 好了我已經告訴你 一個是碳棒電解硫酸酮酮 一個是銅棒電解硫酸酮酮 就是提示你一件事情 以後考試要看清楚 人家問的是碳棒電解還是銅棒電解 這兩個顯然不會完全 一樣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要注意 人家問的是碳棒電解硫酸酮酮 還是銅棒電解硫酸酮 那麼以上就是有關於 碳棒電解硫酸酮酮 你所要背的事情 OK